我现在想要教你们目录定位点的应用 这一份文件有点特殊的地方 这一份文件有点特殊的地方 就是当我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我去按一下Enter 准备做目录 所以我把它改成内文 然后参考资料目录 插入目录确定 然后他就直接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地方这样不漂亮 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他开始的那个位置不是一致的 他会希望变成一致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一致 那是因为请仔细看 这一个目录二 这一个目录二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个定位点符号呢 刚好切在这一组 尤其是这个定位点的上面这边 如果我们今天要让它变得比较一致 就是好看你必须要再把这个定位点符号搬到右边去 例如说我现在直接把这个定位点符号搬到右边 假设我先搬到这个地方好了 然后记住哦 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常用底下这个样式 样式针对目录二要去做更新 就是把所有的目录二一起做更新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有些同学他拿到的那个版本 他不会做更新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知道我刚刚在做什么事吗 因为当我们今天去做这个目录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没办法平平的 就是所有的目录二 我都希望他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目录二更新 这样全部是不是全部都回来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不是都在这边开始 十一十二是不是都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是因为这个阿拉伯数字只有一码 这个地方 这个两码的数字 所以这个定位点符号 要给他一点点的空间 也就是说他会希望说 知道这边是一个编号 这边有一个编号 所以如果说今天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要一样 而且他都是空两个字的大小 两个十二字型大小的位置 所以只好这个地方呢 在往右边推 怎么样达到一致性呢 所以我们就只好把现在这个距离往右 你不可能把这个距离往左 不可能把这个距离往左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两个定位点根本就不是在一起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只好把这个数字比较少的项目编号 把这个定位点符号按住往右边移动 按住往右边移动 然后记住目录二这边一定要去做更新 好 这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样是不是全部都平平的 就稍不 Cory的